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近日霍启刚 郭晶晶夫妇又上了热搜 原来霍启刚在社交网站分享了与郭晶晶一起陪孩子阅读的温馨画面 照片中霍启刚耐心为儿子讲解 郭晶晶一身朴素打扮 状态大好 其实这已经不是霍启刚第一次分享家庭生活了 带着儿子回老家做公益事业 培养孩子的奉献精神及爱心 和孩子一起参加马拉松家庭跑 带孩子去地铁站 帮富联易卖筹款 一家三口去插秧 体会农民伯伯的辛苦 一双儿女洗车 让孩子明白 买东西的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 带着大儿子货中西下厨 两人一起清理瞎线 虽然富二代这个词 很多时候带有负面色彩 但郭晶晶霍启刚夫妇的教育方式 也提醒着人们 有些天生拥有优渥条件的孩子 可能比普通家庭的孩子更加努力 真正的精英教育不是靠钱砸 之前看过这样一个新闻 一位妈妈含辛茹苦把儿子养大 儿子大学毕业后有了工作 可是她总是抱怨工作任务繁重 最后干脆心安理得地赴贤在家 妈妈指责她 她却振振有词地说 如果你不能养活我一辈子 为什么从小对我那么浇惯 一句话刺痛了多少负重前行的父母 每个人都想在自己能力范围内 给孩子最好的 但真正有远见的父母 应该舍得让孩子吃苦 享受得了最好的 也必须承受得了最差的 教育从来不是起点的问题 更不是贫富的借口 这中间差的 是你是什么样的父母 郭晶晶和霍启刚两人的育儿方式 一直都是豪门中的一股清流 之前邓亚平以主持人的身份 对郭晶晶进行了一次访谈 郭晶晶曾说 照顾孩子这件事 不能假手于人 只有我能将最好的留给孩子 于是他推掉大部分工作 全身心陪在孩子身边 几乎每天都接送孩子上下学 霍启刚出席活动时 被问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时 也表示尽管工作很忙 但是他仍旧坚持陪孩子吃早餐 送孩子上学之后再去工作 豪门教育的本质 不是花大钱上名校 而是父母以身作则的言传身教 就连郭晶晶的公公 霍振婷都表示 他教育孩子的时候相当的严格 因为公公霍振婷想跟孩子玩 也要等孩子做完作业 优秀的孩子离不开出色的父母 这个出色不一定是财富 地位 学历 更多的是父母的价值观 综艺节目《少年说》当中 学生傅宣昂在台上向妈妈提出了 不想做家务的请求 妈妈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 因为家务是生活的一部分 你已经长大了 必须承担 父母的三观正确 才是带孩子去看世界的路 给孩子树立正确理性的价值观 人生观 是每个父母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教育从来都达不到点识成金 立地成佛 它是春风话雨 自然无为的过程 任何一个优秀的孩子 都不是横空出世的奇迹 而是有迹可循的因果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家庭的缩影 亲子教育需要父母身体力行 父母想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自己就要先做到 霍启刚和郭晶晶 一个是身家百亿的富家公子 一个是大名鼎鼎的跳水皇后 可这对自在流量的豪门夫妇 每一次的出场都与豪字不沾边 相反还特别接地气 他们时时刻刻 不忘记对孩子进行勤劳 节俭爱国的正面教育 而他们自己也秉承着这样的理念 以身作则 作为千亿媳妇 一只四千块的饺子包 郭晶晶背了好几年 他们也会像普通夫妻一样 一起逛街 吃路边摊 两个人常常被拍到 背环保袋自己逛超市 买食材 连搬家都是亲力亲为 扛着编织袋直接上阵 最好的教育 就是父母都成为最好的自己 而霍启刚和郭晶晶就做到了 他们无时无刻 不再给孩子树立正能量价值观 低调 简朴 务实 家境优渥 却作风朴素 从小培养孩子 勤俭节约 稀实如今 却坚持陪伴 不错过成长的每个瞬间 起点更高 仍重视读书 比想象中更为努力用功 虽然货家的孩子身处豪门 但金钱并不会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优越性 好的教育 不是给孩子取之不尽 用之不接的财富 而是给他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 和精神品格上的培养 微博上有个新闻 一个憋不住的男童 在地铁站里直接尿了 孩子的爷爷奶奶发现后 立马找工作人员借来了托把 仔细地将地面托干净 以免给其他人带来不便 孩子在什么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 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如果说孩子是小船 那父母就是托起他的河 只有父母的境界越高 孩子才会跟着水涨船高 真正有远见的父母 一定是抚养孩子的精神 让孩子自己去体验 打造属于自己的人生 在这个物质充裕的时代 大多数孩子缺的并不是物质 而是精神 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 一种懂得珍惜 懂得感恩的精神 有一个来自美国的九岁女孩 Lauti 通过网络视频走红 她的生活日常 就是不断地晒自己的豪宅 豪车 在视频中 她满嘴脏话 口无遮拦 攻击围观的网友是穷鬼 买了兰博基尼就大喊 你们这些人根本买不起 你们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 一个才九岁的孩子 就如此奢侈 狂妄 败金 不敢想象 这种价值观 会对她以后的人生 造成何种影响 每个父母都想给孩子更好的生活 但是父母之爱子 自为之计深远 真正的豪门 不单单是金钱上的富有 还应有丰富的学识 高贵的人品 和独立的精神 真正的富养 其实是接地气的 是让孩子回归正常平凡的生活 让孩子明白 善良 独立 自强 坚韧的重要性 父母存在的意义 不是给予孩子舒适和富裕的生活 而是当你想到父母时 你的内心会充满力量 会感到温暖 从而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能力 以此获得人生真正的乐趣和自由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